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计这个游戏只是作家学用途 教下学生一些心理学元素 怎知玩玩一下就传开了 直到1997年 一名美国游戏作家就加入了狼人元素 继而演变成现在我们正在玩的狼人杀 我们今次就请了三个高配置玩家 包括在狼人街出色名 2019 WPL狼人杀英雄联赛香港区冠军 MK 第一届狼人杀对势的联赛 HK Forkula 贵军 和狼人杀节目玩家Yumi 教我们怎么玩 我不是 他平时玩狼人杀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被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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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的时候也是大概一百年左右 那时候我记得是大陆开始鸿起 之后呢 台湾就开始去 也有拍节目 之后香港才慢慢被人了解 就是我们一开始玩的时候 可能香港狼人杀的场 我锁了手指只有三个而已 现在已经有很多 十几间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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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 其实你玩来玩去都是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不玩 你就没得玩了 但最近多人都要排队玩 我呢 一开始玩是用文字玩的 用WhatsApp来玩的 上班工作工作 有时候很适合 就不停玩WhatsApp 不停地玩 完完一局又玩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那时候基本上 常常都不上学 就是整天躺在床上玩狼人杀 每晚都玩 完一局又想睡觉 完一局又想睡觉 但是不停完不到 那种感觉 每晚都可能玩 空宵到四五点 在这个游戏里面 一开始玩家会抽牌 决定不同角色 角色分三大类 狼人 神迹 和村民 不同角色有不同技能 以十人局来说 一般都会有三郎 三文 四神 又或者三郎 四文 三神 神迹和村民同属好人阵营 会联手对付狼人阵营 游戏里面的一回合 即是一晚 每晚入夜后 所有玩家都会合盲眼 而不知彼此身份 每晚狼人阵营 就开眼杀一个人 如果被狼人杀死的 就是刀死 而每晚完结后 即天光后 MC就会宣布哪位玩家被杀 再由每位玩家轮流发言 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表水 来证明自己是好人 那在表水过程里面 通常一些神迹都会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即是跳身份 希望大家不要投走它 但这个时候 狼人都有可能出来扮是好人角色 这个就叫做看跳 当所有人发言完后 大家就要投票选出一个 最大机会是狼人的玩家 直接把他投出局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狼人有机会自爆 即时表露身份 起床自己来保护其他狼玩家 自爆狼人 就要即时出局 直接入夜 最快逃边阵营 就会胜出游戏 进入夜之后 透过战术分析 讨论 就去决定 要去刀哪一个人 即是去杀哪一个人 于援家是一张神迹牌的 它的作用就是 晚上 验一个人的身份 是好人或者狼人阵营 那女巫这张牌 整个游戏 有一支救药 和一支毒药 在标准12人局 全程都不可以救自己 而且救药和毒药 是不可以同时间用的 骑士牌也是一张神迹牌 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入口的时候 去判别哪一个是狼 透过跟它决斗 如果对方是狼的话 那只狼直接死自己 没事 如果对方是人的话 就会直接自己骑士牺牌 獵人也是一张神牌 如果被狼到 或者被人推出局 它可以发动技能 可以带走一张牌 但是獵人这张牌 如果被女巫毒 就不能发动技能 那村民呢 其实是夜晚不会有操作 它是透过 日头听别人的发言 亦都自己发言 可以投出自己神聖的一票 它的作用就是投票 狼人杀里面 还可以有很多很多其他角色 令到个游戏千变万化 不知一班歌玩们 又最喜欢抽到哪张角色牌呢 我自己觉得 预言家这张牌很难玩 因为这张牌要哄好人开心 我经常觉得 因为你知道哪个狼 是没用的 那些好人不信 你的预言家觉得是狼 就会和你的东西相反 你不可以太自我忠心 我觉得这张牌 你一定要令到好人 相信你的预言家 这场才会赢 我喜欢玩村民 我自己不太喜欢 晚间有操作 或者是有些技能 会令我很大压力 就像女模 读错就不会会女 这款游戏又有什么 令你们上人 在这个游戏当中 会不会发现 肢体动作 状态 会很快去了解到 一个人的基本特质 对我来说是一个 社交和逻辑碰撞的游戏 就是我自己 学习到耐性和脾气 可能一开始玩脾气 有时候都不一样 你玩久了 你发现自己的EQ 真的高了很多 原来这个世界 什么人都有 你发现 你通常玩狼 玩得好 个人都差的有限 我觉得 排品好 人品自然好 玩狼人杀这款游戏 我经常觉得很容易洗脑 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在于你如何去说服人 有一些很欣赏的玩家 就是 连自己都压了 尽量去说服他 态度好一点 最好就 跪地地打他 不知道 要成为一个狼人杀的高玩 最关键是要说服其他玩家相信你 原来网上流传另一个说法 说这个游戏 其实是设计出来 训练俄罗斯秘密警察 令他们懂得在面对敌方质疑的时候 可以迅速地反应和处变不惊 所以 如果将狼人杀 形容为一个学会怎么说谎的游戏 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就找到一个真心理学家 教我们说谎 对 是看穿人说谎 说谎其实是一个更加容易 令到他取得优势的方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说谎 一些研究人类说谎的学者发现 人类的说谎行为 是在语言出现之后 没多久才有的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语言 是不是我们分辨一个人 有没有说谎的最好方法呢 语言都是我们第一个最快 亦都是最常 去接触 识别人是否说谎的 很多人就以他的 Responetime 就是说我问他的时候 他有多快去回应 然后他回应的时候有多详细 你都判定他确实是否 第二个level就是看Body Language 身体语言又会难一点 如果你要掩饰的话 假设我有个位置我很想拍车 谁知道就有人抢了 我想大部分人看到的都会生气 这个生气的情绪呢 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的行人核 就立刻就告诉我 这个情绪是什么 然后就告诉我 我的身体要做些什么 除非我是真的 很高EQ 否则的话 我是很难立刻 可以 manage到 我的状态 有些相传就是说 例如掩着口说话 或者说话的时候 不正面地看 如果你玩狼狼杀 其实interview也很少有这些状态 他知道的 他已经是有一个很刻意的状态 第三个level就是表情 就是表情管理 你看近期Yoyo的表情管理 在心理学里面 就有一个叫做Micro Expression 大约有七款的微表情 Yoyo的那种叫做Content 通常微表情就是在0.5秒 这个就是比喻是最难去掩饰 亦都最可靠的 但是当然了 你要有一些训练或者skills 才能够看到这个这样的微表情 那什么时候才是观察他表情的最好时机 其实看别人有没有说谎 某程度上就是detect他 那个情绪 最容易被人看出的就是我没有说话的时候 或者我自己是狼 当狼在说话的时候 即是利君当场话 你说一些人话 这一下很容易识别 因为对方是一个聆听的状态 他那个表现是要情绪出现 例如他说 一看你就知道狼 怎么知道 他可能情绪紧张就会出现 但是当他很主动去说话的时候 他一直在想着 我应该说些什么 而且他是没有什么特别接收外来的讯息 令到他的脑子作出反应 所以其实你是难看他的border language 普论应否硬推23条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过 香港始终有一次 要出动防部队和催泪弹 来对付示威人士 有还是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过 你骗人 不要说谎 请你 请你提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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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的主场 所以一 就是你讲话时看别人 二 有我这个人讲话 你应该看看其他人 有没有反应 例如如果是狼讲话 应该其他那两只狼 反应大个好人 在说谎的时候 他有一个特征 他是会滴汗的 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 说谎说得多就会上瘾 难道说谎 都是零次和无限次的分别 伦敦大学学院 其实他做过一个这样的 research 你第一次说谎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紧张 当你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究竟你的行人 反应是不是会降低 他发现 每个人当他说谎多了的时候 他都会降低 即是他越说越不太害怕 他说谎的门纳是越来越低 就导致可能会有一个上瘾的情况 如果你曾经因为说谎 而你获得了一个优势 那你其实是会鼓励你继续去说谎 要说谎说得最高层次是什么 如果在玩狼杀的情况之后 你经常觉得自己是好人 那你自然可能就会难一点 你看新闻很多 可能是政府那些就会很多 即是那种情况 他根本觉得自己没错 没有任何的觉得惭愧 害怕的一些情绪出来 一旦他觉得自己没错 他就无敌了 看完教学之后 没理由不实践一下 今天大年初一 我们就派出玩狼人经验 十只手指都数得完的果子组 你迎战高幻组 和专程过来抽狗脚的打气组 今次我们玩十人局 角色有三郎、三神和四文 开始看牌了 天黑请闭眼 狼人现身请开眼 请确认彼此角色 请选择你要刀杀的对象是 语言家请闭眼 语言家请闭眼 语言家请开眼 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 语言家请闭眼 语言家请闭眼 请开眼 这个玩家被杀 你有一支解药 你够不够他? 语言家请闭眼 你有一支毒药 你容不容? 女巫请闭眼 语言家请闭眼 你今晚开窗状态是 语言家请闭眼 天光啦!请闭眼 昨晚是平安夜 随机抽出发言顺序 9号发言 9号玩家发言 我就是语言家 因为我都是新手 所以我都很老实 我刚刚看了10号 我中了是狼人 9号派这个行条 我们可以包容一下 你查我为什么没有说到 你之后会验谁没有说到 你这样说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充满着漏洞的发言 那我之后再看看 头字位的原家 就是铁站头字位的辣告 身份呢? 你都会说 狗没有移民心路历程 那你都没有交身份 就是理解的嘛 大家都是不是 就是大家 雖然狗几秒发言 我已经开始想贊面他 总而他跳了 我已经想贊面他 停留下来 那你10是一张好人牌 那狼都把你查完 你现在的身份 不是很难的 是不是那个位置 我建议大家都没有跳身份 因为这个轮次是一张10 和一张9 如果后面有那张 说自己是原家的话 就一定是90轮次 所以我们不要跳 好人牌过 拿完牌之后 我今轮都有文牌 张3号牌和张10号牌 是感觉偏几重的 不是打理你一张狼 但有机会你是非狼即神的牌 张1号牌和我的视角很相似 金龄他终于不用跳语言 我是一个好人 1号牌这次真的是一个好人 10号 刚才只是赞揚9号 没有其他说话 好像又反抗不了 我也是有很重的狼人 这个问号 唉 我觉得这次有点难打 因为我怨了1号是一张狼人牌 其实我验了1号是一张狼人牌的时候 我刚刚已经觉得出事了 因为真的很惨 因为之前的2号已经是狼牌 狼真的很难赢 将1号玩家叫狗玩家起跳 大哥在场 将9号玩家说两句 正常来说 都会相信狗 但是他就 嗯 那狗呢 我发现都不想站 但他也是一张原家 不合理 我想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的狼 狼同伴 今天就投1号或者投10号 一听他知道客人问号的样子 我纯粹斩了身制的角度 你觉得呢 因为我们刚才玩的2回合 预言家也是第一个 出去说自己的预言家 所以他好像就是 傻傻傻地 就冲出去说自己的预言家 但是 刚刚四号或者是预言家 就是 其实他们其他一个人是说话 那我同意20号 就是我 我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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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 10号应该相对上 可能是 接近多一点 但是他那个反应是真的 差 我自己呢 就想站张9号牌多一点 不是因为他说 有新手光 我自己觉得 因为4号呢 我觉得你这些局 和那么多美女玩 你就一定不会验张1号牌 6号牌 那我先出张10号牌 不要说那么多 我都会偏站去9号多一点 作为一个新手呢 一抽到预言家 他可能紧张到 只说了两句话 虽然1号是超级厉害 他的样子完全 好像当我们的舞蹈那样 但是 我觉得今次1号是好人 直觉觉得 所以如果1号是好人 那4号就说大话 所以我今次都会觉得 出了张10号 我是好人 我今次会站9号 1号先 票要走10 因为10的回应很可疑 还有如果我是狼人 我要找人跳预言家 我一定不会找个新手跳 很大机会 猪队友连累了大家 那 照这样看 4号有少可疑 就是这样 过 好 投票时间 3秒后 举手 3 2 1 10号 玩家出局 没有遗言 天黑请闭眼 狼人现身请开眼 请选择你要刀杀的对象是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开眼 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 寓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开眼 这个玩家被杀 你有一支解药 你够不够他 你有一支毒药 你用不够 女巫请闭眼 天光啦 请开眼 昨晚 6号玩家被杀 武遗言 请离场 随机抽出发言顺序 5号发言 等一下 9号和4号都没有 没有事 就是 我真的没有 我觉得 如果问我的话 我觉得 移民都在9号和4号身上 看看9号 看9号 会 会 看哪个人 4号 10号 投一走 即是有一只狼 是在好人当中 扮好人 即是投他的队友走 不知为什么 我直觉觉得 不要 因为他 他一抽中狼 他就开始 逻辑有点很乱的感觉 刚才2号玩家说 3号和10号刑中 我刚才也有特意在看3号 是否真的好凌重 如果他是 非神质浪 我会偏向他 刑中 刑中 因为他头的两回合都是神 如果他再抽到神 他为什么这回合再凌重 我也是站9号 刚才看票向 40就扯猫尾 然后就队一 所以这回合 我应该会先票走4号 因为我是预言家 对了 刚刚4号已经出来了 即是有个对调的情况 所以其实都认证了 4号应该是狼 6号刚刚查证了 是好人 但已经不在了 不怕不怕 我枪牌 这人出4 幸好女母都没读我 那 我觉得只剩一张狼牌 应该 2、3、5号 7、8号都算好 5 无铃两海 你下晚验5 这人出4 都是不好 都是不好 不如不直接吃毒 不如 更快点 你2、3号就验 不是出4 不过我在想 轮次的问题 因为两神已经出来了 如果6号牌 是把门牌走的话 那女巫现在先躲好 我自己的疑问 依然不会放在 3号牌上 5号 一来就说 9号和4号都没事 所以它很大的 问号 其实 我就会 给个问号 5号 如果9号是原家 我都 我都 不太知道 4号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 其实很大机会是狼人 另外 7号 一来就说直觉是5号 我不太知道 他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心路历程 或者经历 去知道5号是 我现在觉得 剩下那个会是7号 我想了很久 应该 发张7号查杀就最对了 因为7号的发型是这样的 他说 他在眼中暂天那张9号玩家 我40张狼 他又怀疑张5 又怀疑张3 但我们只怕 不是只有3张狼人牌 狼人牌 通常都是这样 乱乱乱乱一些东西 好 我直接入夜 不投票 免得票型出门 有时候有个人不小心 乱乱投 好 自爆 入夜 英狼自爆 那 那接着要怎么办 入夜 4号玩家出局 没有胃炎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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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请闭眼 狼人现身请开眼 请选择你要刀杀的对象是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开眼 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 寓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开眼 这个玩家被杀 你有一支解药你够不够他? 你有一支毒药你用不用? 女巫请闭眼 昨晚5号9号玩家被杀 母为言请离场 随机抽出发言顺序 7号发言 3号 3号似 我刚才因为4号 说自爆的时候 大家都不明白 然后他是很 極度不明白 我觉得应该是 剩下的那只狼 完全不知道自爆是一件什么事 他才会这样 不断问发生什么事 女巫读了5号 狼人杀了预言家 即是女巫还在场 我一开始觉得4号 10号5号 或3号是坏人 如果4号10号5号走了 我们还未赢 那即是3号 除非我信错了1号 你 我是女巫 我可以跳了 1号是银水 我第一晚就救了你了 那之后呢 我昨晚是读了5号的 所以我们现在5个人 应该出一浪 在发言 3、7 才是危险一点 那 对了 留给一些歌玩拍吧 出衣了 4至8的样子 3真的 真的慌了 那样子 就是心想 我不知道刀哪一个 我 刚刚4号牌 完了的时候 他自白说 怕狼人不知道 亂投了 不然你觉得我2号牌 会不会亂投了 我2号牌就不会了 那我今晚其实是平民 为什么我那么紧张 是因为我觉得平民 虽然没有功能 但是要好好分析 那我今晚会觉得 好比较奇怪的是 首先我看到7号 其实他上次是无端端直队了5号和3号 我以为他是有功能 但原来出到8号才是女巫 7号竟然是什么都没有 但他一下子直觉是我们两个 所以是很奇怪的 我会觉得是7号 投票时间 3秒后举手投票 3 2 1 3号玩家出局 没有遗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好人阵营获胜 YES 好凶 你不要 你不要怀疑我 我还记得你怀疑我 我还记得你怀疑我 因为我 我们都在此恭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 现实世界 好人永远获胜 你想训练自己的脑 诺斥思维能力 你又可以玩乐 你纯粹想吃时间 都可以玩乐 你想认识女朋友 都可以玩乐 你想被女朋友追的 都可以玩乐 我收获了一个女朋友 所以我也想给其他人一些机会 哈哈哈哈哈哈 那时候 安装了个 meet ups的app 本来打算学一下德文 啊 增长一下自己的素养啊 等等 然后按一下按一下 看到有些人 约玩乐人 试试吧 那样就胆粗粗地 自己去了上一间派对屋玩乐 我以前都是不玩什么 球游戏啊 不打机啊 那些人来的 当时看影片 是真的觉得很吸引 很想玩的 就是觉得啊 你可以 大家可以一路整个气氛 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当时都没想到那么多 可以去试一下 看看是自己玩的 会如何 我和恒仔玩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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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很用心地 那一星期呢 都照样玩了五天 但是呢 日头上班的时候 还要开YouTube 来不停地播剧片 原来那些人表说是这样的 预言家是应该要这样发言的 不停地推自己玩得好 因为 不想自己的 level 太低 拉低了别人的游戏体验 我原家 我验了三毫 我妈经常说 哇 你经常玩到一两点 回来第二天就要上班 但是我又很坐下 和你慢慢说 我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 因为首先 可能可以练讲话 然后讲罗秋 我真的很认真地和妈妈 聊了很久 是啊 拍拖之后 见到一个男孩好 妈妈放心 这个游戏一定是一个好游戏 哈哈哈 他第一次 不是第二次人 第二次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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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和我一起玩 被他骗到头前 我就是一张狼的预言家 他是女模 我骗了他 帮我读了一张蜜蜜 我读了蜜蜜 就是这样 那醉了之后 就没再玩过狼了 因为这些人 真的 真的 因为之后一直都有 大家一直一直玩狼 我觉得他是一个 对对这个游戏 是很认真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 但是他是 可能想东西的时候 是特别认真 比如说 大家都是想东西 嗯 就是认真 这个游戏 对我来说是很吸引的 如果你看得深入一点 它是一个很展现人性的游戏 如果你玩这款游戏 你用心去玩 你是一定会 人家很容易看到你的优点和缺点 你也很容易发现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有些人 可能当有没有自信 或者是 会不会很喜欢推卸责任 我都很同意阿朗说的那样东西 因为真的 我玩这个游戏 就突然自己不够自信 因为之前是 玩神又很怕做错东西 玩狼又很怕拖路 很大压力的 然后你的狼狼或者你的朋友就会鼓励你 然后你就会放胆一点去试 你相信自己 你做吧 你做决定 如果错了就告诉你哪里不对 这样就又有进步 然后又有得玩 然后又增加自信 现在香港狼狼的热度 其实 纯环狼支持不了狼狼场观 好老实说 坐在这里成万 不知道怎么 可能几十元 那样 丹牛火纳啊水那些都 不少钱 就是香港地租 租得很昂贵 但是这个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 我叫Kent 是香港狼狼会的会长 2017年就创立了这个组织 接着就介绍了一班 用广东话玩狼人杀的玩家 因为主要在2017年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狼人杀 我觉得挺好玩 就是推理游戏 但是呢 大陆呢 他可以做直播的时候 可以有整 我想大概三十到四十万人 可以看那个观众 我就在想 那这款游戏应该真的很好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香港 那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多人玩 还有没有广东话的游戏 我就打算那时候呢 就去公布的游戏 接着一班人 香港人 讲广东话的 就玩狼人杀 2017年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套 电影叫做 我是传奇 Will Smith 那他就好像呢 整个城市就中了殭尸病毒 就是你要去找回其他 没有中病毒的人呢 都很难 那时候在香港呢 找一些国家人 玩广东话狼人杀 我觉得这个难度 都差不多是这样 难度呢 我要是在别人的大陆那些 影片呢 到我youtube留言 这个是我的email 或者这个是我的patreon 那时候就搞了第一次的 完全是陌生人的局 就是那一次呢 那我们就 激发到我 那不如我直接到一个地方 开个facebook page keep together 人 死了 三叉三 为什么要不张三 是因为知道今天什么 第二号 为什么我觉得你不认识 第二号 因为他做的事就是 我给金水六号本加二 那个场馆是确实可以 凝聚到一班人 至少有五六十人 你也认识朋友 那一定是好地方 还有我们对那些场 其实也有一些归属感 就是我们之前 譬如我们有ABCD的场 之前我们觉得 你是A出生的 你是B出生的 你是C出生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 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玩第一局的朋友 到现在 其实真的很多是 现在都一直有联络的 有些真的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那当然你 你又会 在玩狼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会 很多的认知 很多的一个人的理解 所以其实有很多 大家很可以交心的机会 所以 变了我朋友圈里面 狼人 就是狼人式的朋友 很多的 都很多 其实 都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多了一样玩狼 是啊 只不过是 可能那些情侣 譬如你所说 可能喜欢打球 或者喜欢闪闪 或者喜欢看书 或者什么 我们的兴趣 就是做玩狼 真的 没有啊 年纪大了 要成家垃圾 就是要多钱 没有那么多时间玩狼 但是 玩狼对我们的影响 我觉得 大家敢说话多些 敢表达自己多些 愿意多些 愿意说多些自己想怎样 又或者是 愿意去听对方 其实是想怎样的 认真地玩狼人杀 其实是很多乐趣 我觉得 因为这个游戏 是12个人一起合作 所以大家团队合作 有时候之间 配合得出色 你完整一场 你都会很回味 可能回到家 你都想回那场 哇好帅啊 为什么这么帅 就是真的会这样想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游戏 是很多操作空间 很多圆化 还有 每一场都值得你去 再去想回 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玩 或者有什么得着 我相信我们的婚礼会 会有很多浪萨的朋友 很多浪萨的朋友 我们试过在人家放酒的时候 刚刚那一围 全部都是我们玩浪的人 我们直接开了浪 很多12人一局就是浪 是啊 是啊 MC在浪上 大家天黑惊惱 记得订阅果子啦 还要按下小钟仔 还要按下小钟仔